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與生》 縱觀非洲歷史 這片大陸一直都是多災多難 因為其黑色的皮膚 還總是遭受著不公平的對待 即使是到了相對文明的現代社會 還是有些人排斥它們 種族歧視在西方國家更是嚴重 白人一直自誉為優等民族 所以對其他有色人種都懷有深深的敵意 尤其是對黑人更是非常歧視 另外 大家應該也知道 大多數國家的王室都非常注重王室血統的純正 然而 以高貴著稱的歐洲王室竟然出現過黑人王妃 這甚至比梅根王妃還要傳奇 她就是安吉拉吉塞拉布朗 歐洲往世的首位黑人王妃 提起黑人王妃 人們可能還是會想到戴安娜次子哈里的妻子 曾經的蘇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馬克爾 不過 嚴格說起來 梅根並不是純正的黑人血統 她的母親是非洲裔美國人 父親是荷蘭裔愛爾蘭人 這讓她的膚色介於黑人和白人之間 而安吉拉卻是一位純粹的黑人王妃 她嫁入王室的時間比梅根整整早了18年 1958年 安吉拉吉塞拉布朗生於巴拿馬的伯卡斯德爾托羅 她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母親是一名賢慧的家庭主婦 在安吉拉5歲那年 就和父母從非洲移民到美國紐約 並深受美式教育的影響 從風景秀麗 民風淳樸的巴拿馬島城來到國際大都會紐約 安吉拉並沒有水土不服 優勾的家庭環境讓她得以在紐約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和諧融洽的家庭氛圍使她有底氣站在同學面前 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 吉塞拉快樂地成長 她並沒有因為膚色受到同學歧視而感到自卑 相反 她覺得黑色很美 是一種很獨特的顏色 紐約多元開放的城市文化塑造了吉塞拉的個性 她既活潑健談 又低調穩重 而且成績十分優異 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 吉塞拉越發在同齡人中顯得出眾 她的外表看起來不那麼奪目 和明朗的五官配上沉靜的氣質 凸顯出個人獨特的風采 大學畢業後 出於對服裝設計的濃厚興趣 吉塞拉涉足服裝設計領域 她每天與面料 圖紙 各種服裝製作工藝打交道 還加入一家服裝設計公司 並很快做到設計總監的職位 除了後天的努力 吉塞拉對時尚的觸覺也很敏銳 當她成為公司高管後 並沒有滿足於現狀 而是選擇了自主創業 在父親的支持下 她放棄了優厚薪酬 選擇創立個人服裝品牌 吉塞拉的才華終於有了更大的用務之地 吉塞拉一頭扎在工作裡 每天為了事業四處奔波 在她的努力下 品牌知名度越來越高 訂單源源不斷 作為事業成功的代價 吉塞拉沒有心思顧及自己的終身大事 不知不覺邁入了三字頭 但是 這位自信大方的女孩憑藉獨特的氣質贏得了很多男人的青睞 雖說錯過了談戀愛的最好年華 但上天眷顧這位勤奮的女孩 由於吉塞拉身在時尚圈 所以經常會參加一些宴會 在一次宴會上 馬克西米利安與吉塞拉相遇 兩人都受過高等教育 思想和價值觀非常接近 通過交談 他們發現彼此有相同的愛好 頓時兩人好感互生 而這位列治敦士登公國的小伙子看到熱情開朗的吉塞拉之後 也一下子就被她的魅力吸引了 雖然她是一個白人 但是卻從來都不會歧視黑人 因為互生好感 所以第一次分別的時候 彼此就留下了通訊方式 並在日後的約會中漸漸熟落 並很快確定了戀愛關係 隨著交往的深入 吉塞拉驚訝地發現 自己這位遲到的白馬王子竟然真是一位王子 她頭一次對自己與男友的愛情產生些許猶豫 畢竟王子的婚姻都要由王室親立 而且多與貴族聯姻 而她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女孩 還是觸及紅線的非洲裔 馬西米利安王子是列治敦士登大公 漢斯亞當二世的次子 作為一個身份高貴的王子 她不僅風度翩翩 還非常平易近人 沒有一點脾氣 曾經還在哈佛大學深造 學術造詣非常高 也正因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馬西米利安可以說是個十足的紳士 從2006年春天開始 她繼承家業 回到父親的身邊 和父親一起掌管 號稱歐洲最大私人銀行之一的LGT集團 她的父親也是十分地看重她 當時有很多名門男士都喜歡吉塞拉 而這位王子只是其中一位而已 不過正因為她從來都沒有種族歧視的想法 所以才會最終贏得了吉塞拉的好感 由於馬西米利安王子的身份 戀情必然會被各大媒體爭相曝光 很快 不止列治敦士登的百姓 甚至連整個歐洲人民都知道了這段戀情 隨著二人感情越來越深 馬西米利安王子拋下了尊貴的身份 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她要娶吉塞拉為王妃 但由於吉塞拉是一個黑人 並且深受種族歧視的危害 所以列治敦士登王子聽到馬西米利安王子 要娶一個黑人姑娘時 都表現出了極力反對的態度 除了身份 膚色不般配之外 吉塞拉還比王子大了11歲 所以王子的父母也不看好他們的愛情 列治敦士登雖然是一個小國家 但它卻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不僅國家富有 王室也富有 在去年出爐的全世界最富有王室的排名中 列治敦士登排名第六 連英國女王也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國家只要支付7萬美金 就可以當一天的國王 話說回來 像這種背景尊貴 資產又豐厚的王室 在給王子選擇王妃的時候 從來都講究門當戶對 而這位黑人女孩吉塞拉和王子相比 簡直就是一個灰姑娘 可是愛情的力量是無法阻擋的 馬西米利安王子的執著最終感動了父母 列治敦士登王室接受了吉塞拉 2000年1月 這對相愛的人在聖文森特費雷爾教堂 舉辦了一個簡單的婚禮 婚禮並沒有像她的王楚哥哥阿洛伊斯那樣 廣邀歐洲王室貴族 相反只是舉辦了一個 由雙方家人見證的小型婚禮 吉塞拉結婚時穿的婚紗是自己設計的 頭上戴著的是列治敦士登王室傳給歷任王妃的王冠 幸福地和馬西米利安締結良緣 也成為了第一個歐洲的黑人王妃 吉塞拉和馬西米利安王子結婚後 於2001年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雖然此時已經43歲的吉塞拉已是高齡產婦 但為了愛情 卻依然願意為丈夫生兒育女 不過 由於吉塞拉的血統關係 小王子的膚色和頭髮幾乎完全隨了母親 只有外貌酷死她的爸爸 但這也絲毫不影響馬克西米利安對孩子的寵愛 馬西米利安對妻子吉塞拉也一直非常好 即使她成為她老婆這件事 在大眾之中還是有些爭議 但是馬西米利安不為所動 她知道她的好 知道她有多麼優秀 就算是出席公眾活動的時候 也要緊緊牽著她的手搞掉兩項 讓吉塞拉知道自己沒有找錯人 而吉塞拉為了這一段婚姻也付出了很多 她嫁給馬西米利安之後 為了可以更好地投入到家庭中去 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將自己一手創立的品牌也轉賣給了別人 此後吉塞拉辭掉了工作 安心地過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擁有哈佛商學院MBA學位的馬西米利安 則繼續在自己龐大的商業帝國中駛成 為妻兒累積支撐安逸生活的財富 雖然現在吉塞拉已經年僅花假 但是和王子之間依然非常恩愛 他們的愛情在當地被傳為佳話 媒體也都說 安途生童話中的王子和灰姑娘 終於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從媒體曝光的金照來看 她看起來比丈夫略顯蒼老 但吉塞拉平和微笑的表情 卻真實傳達了她的近況 她生活得十分幸福 安定 滿足 尤其是孩子出生之後 吉塞拉和王子的生活終於圓滿 三口之家變得更加的幸福 馬西米利安成了真正的孩子奴和妻奴 將所有的愛都給了家庭 吉塞拉的婚姻生活實在是令人很羨慕 夫妻二人的關係一直融洽堅固 結婚多年以來從未有任何緋聞傳出 這在男女關係混亂的歐洲王室中 稱得上是一股清流 時至今日 安吉拉吉塞拉布朗王妃很少出現在眾人的視野中了 但這段關於真愛的故事一直在外界流傳 相愛是兩個人的事情 無關國度 種族 膚色 甚至性別 什麼時候人們在他們身上一樣的眼光消失不見了 真正平等 自由才能夠降臨吧 相信有了黑人王妃吉塞拉的例子 世界上會出現更多這種純真的愛情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 在西方的社會裡 黑人和白人仿佛生活在兩個世界裡 許多黑人和白人都依舊沉浸在過去那段痛苦的歷史中 但世界歷史一直是在向前推進的 種種布公都會越來越少 這個社會也會越來越和諧 希望吉塞拉能和王子一直幸福下去 繼續作為榜樣激勵我們 也希望他們的孩子早日成長起來 擁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